喂喂喂,好,我说中文,然后文化也不好,所以说感谢那个角落的为我欢迎的,谢谢,谢谢。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游戏,我看前面的应用,所以说我们欢乐一点,这是一个游戏,大家不用那么理数。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我们来自成都,就是天府之国有很多的熊猫那个地方。 我们09年,09年设立,然后这五年的时候我们都在做安卓,IOS,然后最近在做微风上面的游戏。 然后我们之前有一款成功的游戏之一,我大概介绍一下,然后这款游戏叫做帝国塔防2。 然后,现在这个PGT上展示的是,它在微风上面,上线30天之后获得10万的下达量。 大家如果有微风的话,可以到商店里去看一看。 然后现在的评分在4.3分以上,然后也收集了大量的评论。 而且我们现在根据国家的评论,也保持着一到两个月的更新速度。 这是同样的这款游戏,当时我们上线在AVSTORE上面。 第三天的时候被全球新推荐,然后之后又进了热门推荐榜。 评分在4.5分以上。 接下来也是同款游戏。 在Google Play上上线4个月,然后获得了Google Play的全球游戏分类推荐。 每季下载在这个平台上是900多万。 然后评分也还不错,4.5分以上。 OK,刚才是我们过去的游戏,现在我们讲一讲今天带来的新游戏。 这个游戏的故事就发生在充满魔法的地下城的那个时代。 和刚才的有点不同,刚才在三国,现在我们到了欧洲。 讲述的是一个地下城主被人类的英雄骚扰。 然后最后回到地面上去盖城堡的故事。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游戏里面,这个故事里面会出现的一些人物。 这些是一些原画。 兽人很经典的一个角色。 然后财狼人。 然后还有熊。 还有一些不听话的角色。 比如说这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是什么类型。 首先它是一个模拟基因类。 当然这个图片不是我们的游戏。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游戏。 我自己用了一下。 它还是一个塔防。 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的游戏。 这也是另外一个伟大的游戏。 OK。 现在是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游戏是结合了模拟基因类和塔防战斗的一个游戏。 这是游戏的一个demo视频。 要我们放一下。 谢谢。 哈喽哈喽。 放一下视频。 现在的画面是玩家在自己建设自己的城堡。 他可以把自己的防御设施或者设施随便放。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预防别人来打你。 现在他点击了一个战斗。 他选择了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的防御很差。 然后他决定把他干掉。 所以说他在门口派出了他的士兵。 兽人熊还有蚕狼的。 当然这个是demo没有声音。 为了增加一些效果我决定要配个音吧。 这样就有效果了。 最后终结版。 加油熊不多。 加油。 它把它打掉了63.6% 还算不错的成绩 没有推完 游戏的特色 它是一个反应的设定 就是说大家不是扮演英雄 大家扮演的是monster 然后来抵抗英雄 然后它模拟技能 就是刚才看到 它在建设这里的城堡 这个是模拟技能的部分 大家可以买道具 买那些什么机关 这里放进去 把它做得很漂亮 而且很有个性 然后接下来它是一个塔房 它兼顾了塔房的一个公寓房 你可以去攻击别人的城堡 你可以用自己的城堡 来防御别人的攻击 然后它还有社交与PVP 你可以帮助好友 去发展它的城堡 当然也可以去打它 玩家在升职的城堡的时候 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然后它可以进行一些充值 充一些付费 然后来加快发展的速度 然后而且为了升率的时候 它可能会充一点值 当然这个升率 这个升率不会来得太容易 但是它可以增加一些升率 现在的游戏已经 已经demo阶段已经过了 2月32的时候 然后我们预计第一版会发 Winfo版 第二版会发Fs版 第三版会在年底的时候 发安卓版 为了保证这个进度 我们投入了所有 非常富有开发经验的工程师 在后面还有我们的一些 推广计划 包括U27 4推幟和推广机 最后感谢App Canvas 为我们的支持 谢谢来讲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publishing 发布运营是准备自己做 还是包给别人做 然后你能分到多少钱 还有就是用获取成本 你估计大概有多少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推广计划 包括这个游戏有一个预测器 我们会邀请这些玩家来玩 然后第二是四推期 我们会选择一个国家 来进行投放 然后进行一些测试 然后第三我们才会进行主推 然后我们会自己制定 发展就是说 发布计划 包括国家的顺序 广告什么的 然后在这个 可能会像之前我们的游戏 比如说刚才我展示的 那个地货厂房 当时在国外我们会自己做 然后或者和一些 国外当地的一些 发行商一起合作 这个可能就是说 它合作的方式有很多种 到时候会具体来 然后国内 然后现在那个 塔房二 就是地货塔房二 已经回到国内预定 在国内我们是联合了 国内的一些发行商在做 像那个 App Store和Google Play 是我们自己在做 好 你 definitely won my cool bonus factor with your animation what is your own experience from running startups before you told us that your team has seven years of experience could you just let us know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you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K OK 我是艺术专业 艺术专业的 那个专业毕业 然后05年开始开发游戏 然后当时是开发平台的游戏 然后08年的时候和一般朋友 一起做了现在的公司 然后从08年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专业 然后 现在 我先讲 整个团队里面 除了我 就是说是 艺术专业毕业的 还有 还有 是 在下面的 比如说像 机份机啊 这类的专业毕业的 而且还有一些 国外的一些 顾问团队啊 这类的来帮我们 来看这个游戏的 制作啊 设计方面的一些问题 Excellent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还有两个公司 Lulu